我想說 我活到30歲之後就賺了 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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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活到30歲 對丁冠祥來說 曾經是個遙不可及的夢 他是夜間不到三樓 他那時候 他那時候就是 我會說 零八節生幾年吧 醫生 他說不行你這個丁丁 你不能回去了 然後開始住院 喜歡運動的他 大三那年 得到即興零八百血病 比較喜歡戶外活動 我們高一外面就是高一的學校 看很多人在那邊打籃球 每天都在看人家打籃球 原本病情穩定 結果一年半後又復發了 有時候病床 可能三人房 兩人房 然後隔壁就忽然 忽然就走掉了 那影響很大 把醫院當家 只能等待移植 好不容易判到配對的對象 但是 百分之 到要一半 你是不成功的 他就說可以做 只是看你要不要再等 哪怕只有一半的成功機率 家人決定放手一搏 結果救命恩人就這麼巧 也是個愛運動的他 39歲的孫玉靖 是職業軍人 更是兩個孩子的爸 他那個人其實 如果他沒有接受我的骨髓捐贈的話 他是會死掉的 被通知有機會救人 他反而不敢太期待 因為這是他第三次配對成功 他其實配對得到三次 然後每次這樣 又不是你 然後算了 然後第二次 又不是你 第三次應該也不是你 然後後來發現是他的時候 我們就很 就是真的就是 終於配對成 可以去救一個人 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建黨20年 三次配對成功 形容比重樂透還開心 全家人更一路相伴 其實也是我媽 把我拉去做建黨 所以她知道 我配對成功了 前三次就三次嘛 也是到處跟人家 不能說到處跟人家宣傳 分享 分享說我兒子成功了 因為我弟一次都沒有 反而我三次 我是非常感謝他 剛好對我遇到一個貴人 有一個小禮物 冠祥成功挺過三十歲 還有個穩定交往的女友 因為陌生人的愛 讓彼此緊扣著 從現在到未來 一直都會在